潛入綠頸,找靚爆蜻蜓強國 叫得做蜻蜓強國,綠頸這裏,整天都是 連珍貴瓶藝物種都找得到 嘩,一間黃一間黑,整隻手掌這麼大 牠有個花名叫Chinese Tiger,中國老虎 不過這隻老虎,自1928年有人在福建見過之後 整個世紀再沒有人在內地見過牠 現在只有香港才有 這隻好似大黃蜂,牠假裝的 牠喜歡模仿黃蜂飛行 以為牠吃花蜜,錯啦 方便接近獵物沒吃 還有香港最小的豆糧,全長只有16mm 只有一折手指尾大 香港至今已經記錄了117種蜻蜓 當中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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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香港特有 綠頸,名副其實蜻蜓強國了吧 蛤,綠頸究竟有什麼獨特之處 適合這麼多蜻蜓在這裡繁顯呢? 綠頸是屬於香港其中一個蜻蜓 或者叫蜻蜓豆糧生活的熱點 因為除了牠的種類多之外 牠的環境複雜性會很高 有淨水環境,有河溪環境 有沼澤環境,也有鹹淡水交界環境 哦,明白了,即是要水 看回蜻蜓的一生,查實都離不開水 蜻蜓BB小時候是一條惑特智蟲 需要水生環境,靠吃魚仔和科豆為生 大到差不多,就會爬上水面乳化 變成靚靚蜻蜓在空中四圍撲找食物 到了成家立室 蜻蜓的紅蟲就會用牠獨有的光腹器 交配時用來夾緊雌蟲的頸 啊,別看牠那麼粗暴 其實這樣是比蜆蟲方便取精,是真愛 最後,產卵還是要入水裡面 你說水對蜻蜓來說是多麼重要呢? 不過,近年鄉家環境,人工化情況嚴重 這片蜻蜓的土地保不保得住? 都市的發展是不是一定對蜻蜓不好? 下一集跟你說下